这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,也是日军最后一场疯狂,我军一战歼灭三万日军,打出中国国威,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湘西会战,走进日军最后的疯狂。 清华日军的野心究竟有多大?1931年,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发动918事变,从此开始了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。 日军把中国变成了二战中的东方主战场,疯狂蹂躏中国军民,甚至口出狂言,在三个月内就能灭亡中国。 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,却让日军大跌眼镜。除了顽强的中国军民外,同盟国的猛烈攻势也让日军烦闷不已。 从1945年开始,日本等法西斯国家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嚣张气焰,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,甚至一度逼近日本本土。 1945年4月1日,美军更是在冲绳岛发动了突击,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海军,几乎将其全歼。 这一战不仅让日军伤亡惨重,而且阻隔了日军的海上补给线路,但日军不愿服输,选择继续挣扎,执行了所谓的奔土计划,不断扩充在我国的作战军队,企图打通一条大陆交通线。 对于这项作战计划,日军可以说是信心满满,毕竟之前的1号作战中,日军仅用8个月就成功击败了国民党军队,占据了我国湖南、广西、大部分地区。 此时的日军还在洋洋得意,认定国民党军一定会像从前一样无力招架。 然而古话说得好,事别三日当刮目相看,中日两军的形势随着意大利的投降已经悄然发生了逆转。 国民党军不仅在武器装备上获得了大量补给,还有美军的密切配合,战斗力今非昔比。 在这种情况下,湘西作为阻击敌军深入的屏障,自然成了两军的必争之地。 日军为了顺利攻下湘西,不惜投入大批精锐部队,一场大战一触即发。 而日军在这场大战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摧毁纸江机场。 那么日军为何会盯上浙江机场呢? 浙江机场位于湖南省淮化市浙江县城,战地多达2000亩。 从1936年10月机场建成开始,这里就是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空军机关。 1942年以后,大量美国空军进驻机场,浙江机场也成了中美联合航空队的重要基地。 提起中美联合航空队,日军可是恨得牙痒痒。 在二战期间,日军的军事据点和补给线路经常遭到中美联合航空队的轰炸, 严重威胁着日军的物资补给和作战进程。 然而日军一心想将它摧毁。 1945年4月,在湖南驻守的日军出动5个师以及3个旅, 共计10万大兵向湘西地区开进,总指挥为第20军司令板西伊良。 对于敌军的来势汹汹,国民党军早有预料, 从1号作战之后,国民党军就在各个要塞布置好了攻势。 国民党政府也早已下定决心,这一仗只能打胜,不能打败, 一定要死守纸江机场,绝不能让日军得逞。 甚至提前部署好了作战计划,只等日军前来,让他有来无回。 那么这场湘西会战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? 我军又是如何守卫纸江机场的? 这是一场穷凶极恶的争夺战,也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守卫战。 日军为争夺机场重兵压境, 三万日军命丧湘西。 1945年4月9日晚,数万日军兵分三路开始秘密向湘西地区进发, 一路上尽出奇的顺利,甚至很少遇到强硬的抵抗。 仅仅几天就分别占据了新化地区、龙潭地区和瓦乌塘地区。 日军见行军如此顺利,不由得喜不自胜, 料定自己一定能成功攻下湘西地区摧毁止江机场。 然而俗话说得好,螳螂捕产,黄雀在后, 当日军紧盯着止江机场时, 中国军队早已做好万全准备, 甚至连军事部署都已规划好。 中国军队早就料到日军很可能会对止江发动攻击, 因而早早地在此地构筑攻势, 并调集重兵驻守在附近。 甚至已经规划好了基本的作战路线, 首先要诱敌深入,耐心等待侵略的日军到达雪峰山后, 先对南陆和北陆的日军进行打击, 最后包围中陆的日军将其一举歼灭。 对于中国军队的有力部署, 日军自然毫不知情, 甚至南陆的日军在占领了瓦武堂后, 开始贸然进攻武岗城。 国民党军第58师师长蔡仁杰同志立即领兵应战, 经过三天的强攻, 日军不但没有攻下这座城池, 反而伤亡人数不断增加。 无计可视之下, 疯狂的日军竟出动了一支赶死队, 在自己的身上绑上炸弹冲向城墙, 企图公开城池。 在赶死队的猛烈攻势下, 武岗城墙被炸开, 但很快就被中国军队事先准备好的沙袋堵得奄奄实实。 日军依旧没有死心, 开始疯狂进攻, 甚至顺着扶梯想爬进来。 中国军队立马拿出喷火器, 日军被烧得痛苦哀嚎, 伤亡惨重。 随后王耀武也迅速派军前来增援, 把激战数天, 筋疲力竭的南陆日军逼退到了隋尼一地。 看完南陆日军的激情, 应该在1945年4月9日进攻蓝田, 但敌方还未动手, 中国守军韩骏就决定先发证人, 派遣两个团队北陆日军发起了进攻。 对方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慌乱不已, 狼狈逃跑, 韩骏也借此弄清了这批日军的作战特点和武器装备, 为后来击溃日军的总攻奠定了基础。 4月14日, 日军集结完毕, 准备强渡滋水。 韩骏临近一栋故意放任日军渡河, 日军主力还无以为韩骏攻击不力, 纷纷踏入河水里。 韩骏看准时机, 命令军师对着刚渡过滋水的日军开炮, 中美联合航空队也随之出动, 对正在渡河的日军进行猛烈扫射, 日军的木筏纷纷被击沉, 在中美军队的合力围攻下惊慌失措, 吓得跑进了河边的密林里。 这副狼狈的模样不惊令人忍惊不惊。 随后我军依然沿用之前的战术, 顺利歼灭了北陆日军的主力, 也成功粉碎了北陆日军的进攻计划。 至此, 中国军队成功按计划打击了北陆和南陆的日军, 下一步就是要对中陆日军进行维艰。 比起南陆和北陆的日军, 中陆的日军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都非常有优势, 这一点在芙蓉山之战中体现的灵弊尽致。 芙蓉山作为一个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据点, 日军自然非常重视, 不惜派遣千名金兵和炮兵部发起进攻, 与来势汹汹的日军相比, 中国守军却只有一个连, 不足200人, 敌我兵力差距高达5倍, 中国守军是如何坚守阵地的, 3万名清华日军又是如何命丧相惜的,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。 1945年4月, 面对日军发动的这场大规模进攻, 芙蓉山的固守成了中国军队的重中之重, 芙蓉山临近攻度可以有效地提供物资补给, 如果日军可以成功占据, 将大大提升补给速度, 增强作战能力, 因而发疯般地向着芙蓉山攻了上来。 面对敌我兵力的悬殊差距, 中国守军不畏强敌, 反而是起高昂, 有条不稳地利用提前规划好的阵地, 对日军进行了猛烈的阻击。 中国守军凭借丰富的装备和充足的弹药, 在整整十天的激战里坚守阵地, 中路日军始终无法冲破防线, 无奈之下只能绕路, 转而进攻洞口阵。 虽然久攻不下的日军更换了作战路线, 但依然避免不了战败的结果。 日军之所以选择洞口阵, 是因为它是前往浙江机场的必经之地。 但日军没想到洞口阵的地形地貌非常复杂, 稍有不慎就会被伏击。 我国守军果断抓住这一有利条件, 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设置了许多少尉, 成功歼灭了许多日军, 并将其成功包围在洞口阵。 至此我军已经成功抵御日军从各个方面的进攻, 将狂妄自大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。 遭遇痛击的日军不甘耻辱, 迅速收拢残暴, 于4月下旬再次进攻只将门户青山剑。 中国守军立即展开缓击, 双方展开了一场历史二十多天的争夺战, 战斗激烈, 军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, 身后的军事又一个接一个地涌上来。 中国守军最终不如使命, 于4月29日重新夺回阵地, 重创敌军, 用了良好的基础。 1945年5月6日, 何寅清奉命率领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全面反攻, 相关电报却不慎被日军截获。 日军在南京的指挥, 港村大惊失色, 连忙向上级寝室终止对直江机场的争夺。 不仅是港村, 在中国军队的强力打击下, 日军整体士气低落, 许多日军甚至胆怯不已, 不敢应战。 日军总指挥板熙一良收到回复后, 心里同样没有底气, 于5月10日下令日军全线撤退, 然而为时已晚, 中国军队抓住机会迅速展开追击, 成功歼灭日军109连队, 当场击毙连队队长战果辉煌。 5月21日清晨, 中国军队利用地形优势在芙蓉山对地军进行了猛烈的还击, 出动时几架战机进行扫射, 日军退无可退, 纷纷从小路溃逃, 中国守军英勇追击, 逃跑的日军被打得屁股尿流, 狼狈不已。 6月1日, 日军残暴慌乱不已地撤出了湘西, 这场长达55个昼夜的湘西会战终于落下了帷幕。 战后据统计, 中国军队成功歼灭3.5万余名日军, 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, 可谓大获全胜。 在这场激烈的湘西会战里, 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取得辉煌胜利, 首先要归功于严密的部署和高昂的士气, 也离不开中美空军的密切配合, 更离不开湖南各界对抗战的权力支持, 可以说是军民同心合力抗敌。 湘西会战的胜利意义深远, 不仅顺利监敌3万余人, 成功粉碎了日军的阴谋, 还大大宣扬了中国的国威。 这场会战也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战。 从此, 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为反攻。